哈喽大家好我是老挝店长现在在老挝的首都万象 今天是大年初三也是情人节 首先祝大家新年快乐牛年大吉 现在呢带大家去看一下老挝首都的鲜花市场 今天是情人节嘛别买一束 现在我们一起看一下走 这条街呢应该算是老挝首都万象 我目前发现的就是卖鲜花的最大的一条街了 因为这边大大小小的这个花店加起来差不多都有十几二十家左右 今天这边花店的生意应该是不错的 因为每年情人节这个街上都会堵车 我们看到这两边都是停车车 平时这里是不允许停车的 不过有一个挺奇怪的事啊 就是我发现在老挝这边卖鲜花的 我们中国人非常的少 基本上都是老挝当地人和越南人比较多 这个是不是也说明老挝这边 卖鲜花呀可能是不太挣钱 当然这只是个玩笑啊 不过老挝这边的鲜花的价格确实不是算太贵的 还挺便宜的 因为我平时在那边也会买一些鲜花放在店里面养着 在不是这种特殊节日的时候 平时买一束花就是那种玫瑰花 十几多的时候大概人民币可能四五十块钱就能买到吧 今天是过节 我估计这边的价格肯定会上涨一些 待会我们看一下到底要花多少钱才能够买到一束大概十几二十多的美金 看一下这个两边的店铺包括这个临时盛起来的这个鲜花棚子都是今天来卖花的非常的多 别看今天啊这边的花店生意非常的火爆 但是在老挝呀他们平时一般的女孩子想收到这样一大束鲜花还是挺难的 就像我店里的那个住校园按照他们的工资的收入水平 在老挝这边也可以算上是普通的白领吧 但是呢我刚才说要出来买花的时候他们感觉都非常的激动 说要等会买回去啊又把那个花借过去拍照 因为他们平时是几乎啊是很少很少可以收到这样一大束的玫瑰的 像这种有礼盒包装的或者是那种朵数比较多的 刚才我问了一下价格基本上都是在三十万以上 这种的话可能就严重的超出了他们的这个经济所能承受的范围 因为他们如果按照这种价格买这样一束花的话 可能需要他们大概六七天或者甚至更长的时间的一个工资 所以我常常说的老挝这边很多东西比较便宜 基本上都是和国内的价格来对比的 但是如果按照老挝这边很多人实际的这个经济收入水平来说 老挝这边几乎可以说没有一个东西是非常便宜的 除了这个买房子之外 可能他们的生活压力比我们要大的多的多 所以像今天过节可能大部分的老挝人都可能会像这个人一样 选择买个一两只意思一下就可以了 因为他们这边单只现在的价格是五千老币 大概人民币就三块钱 这个对他们来说还是可以接受的 选了一束十九朵的玫瑰 现在让他们包一束新的出来 因为跟这个老板比较熟 所以他刚才这个花他开口的时候是二十五万老币 最后给他砍价最后的成交价是八万老币 大概人民币差不多五十多不到六十块钱 大家觉得这个价格在今天这种日子买一束这样的花 是贵还是便宜呢 欢迎在店长的评论区里面留下你的看法 因为我也好久没到国内去了 现在国内的价格也并不是太清楚了 因为我记得我来老挝之前 以前在国内买花的时候 那个时候都差不多要一百多吧 就是青年节的时候可能要一百二 一百三一百四这样 所以如果是在老挝这边 像今天这种日子 买一束鲜花送给老挝的女孩子 她一定会开心的不得了 因为她会成为很多很多人羡慕的这个焦点 所以网上说的有钱就能在老挝很容易找到一个女朋友 这个也并不完全是假 我觉得这个不论在哪个国家 应该都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吧 前天一个网友给我留言问 说老挝这边的女孩子 一般都喜欢什么样的类型的男的 其实老挝这边的女孩子 和我们中国的女孩子 没什么太大的差别 肯定都是喜欢那种长得帅又多精的 但是呢 老挝的女孩子和我们中国的女孩子 其实我感觉还是有 有一点点这个细微的差别吧 我给大家说一下 但是不知道对不对啊 就是我感觉老挝这边的女孩子 可能是因为他们这边的成长环境 包括这个文化的原因 他们都是比较温和的 而且老挝这边很多的男生 他们的取向都是有一些问题 一般来过老挝这边的朋友可能知道 所以呢我觉得那种比较阳刚一点的 或者是有主见一点的这种男生啊 应该是比较受老挝的女孩子欢迎的 当然这个要补充说一下 这个阳刚啊 并不是指的那种粗鲁和暴力啊 因为老挝的女孩子 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来说 是比我们国内的女生是更加娇气的 很多时候如果你什么说话重一点啊 他可能都觉得你会对他有一些意见啊 之类的 所以细心体贴的男人 应该是在全世界都受欢迎的 想找老挝女朋友的兄弟啊 可以考虑一下 在今天这种节日给他送一束鲜花 效果应该会非常的不错 好了 感谢大家观看店长今天的视频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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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